说几个事,第一,索尼PS58月份的一档会员公布了,只有这三款,个人感觉也就这个2K23的高尔夫还可以,这一月的一档会员比较拉,希望二档会员能有好表现,现在已经可以下载了,昨天晚上就可以了。 下一个事,PS5出了一个最新固件的Beta版,现在不是正式版,它多了几个功能,第一个是,它支持8个T的内置的SSD固态硬盘,现在最大只支持4个T,其实个人感觉目前来说,2个T的扩展硬盘应该是够用的。 第二件事,索尼PS5,它内置的音效是3D音效,它不支持杜比全景声,这版新的固件可以用PS5来驱动杜比全景声,输出,这有杜比,还有DTS,到时候会有杜比全景声。 顺便说一下,PS5当前的系统版本,它的电视喇叭也是可以开启3D音效的,在声音里面,左侧电视喇叭3D音效, 然后可以启动电视喇叭的3D音效,启动的时候可以测试,左侧是普通的立体声,右侧是3D音效,然后右下角可以测量房间声学,它是怎么测量的呢? 我现在没有外接任何的第三方设备,继续,开始测量。 这样就测量好了,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试一下。